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高盛近日发表报告指出,随着对人工智慧正面投资情绪不断增长,台积电的风险回报更具吸引力,尤其是在2024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之后。 终端应用,继一步扩展至边缘设备,相信可推动台积电另一个多年的升级周期。 高盛认为,在AI大趋势下,台积电凭其稳健的技术领先地位及竞争格局有限,有助支持或提高其2026财年增长的可见度。 凯倩伍德的方舟投资管理公司,6月中下旬连续两天买入台积电,美国存托凭证。 该公司通过旗下方舟下一代无联网ETF-ARKW购买了3316股台积电股票,价值595,852美元。 此前,该基金还购买了价值530万美元的台积电股票。 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ADR在6月中下旬上涨1.4%,受于179.69美元。 此前有报道称,台积电计划将其3奈米晶圆的价格提高5%以上,明年先进封装的价格也将提高10%至20%,包括苹果和辉达在内的主要客户已经预定了台积电到2026年的所有产能。 另外,伍德的基金还购买了AMD的3710股的股票,价值573677美元。 此外,在成本上升的环境下,高盛预期台积电将从明年开始,把300米5奈米制成的定价提高低单位数百分比,并将COOS的定价提高5%。 高盛对台积电2023至2026财年的收入与纯利年均复合增长率预测为20%及21%,并将2024至2026财年盈利预测上调3%至4%,目标价由183美元上调至218美元,予以买入平等,纳入确信买入名单。 认为,目前仍处于周期的早期阶段,未来仍有更大的上升潜力。 在晶片制造中,晶片封装技术曾被认为技术含量较低,但它在保持半导体进步速度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对于像挥达H200或B200这样的AI运算晶片,仅仅使用最先进的晶片生产技术是不够的。 以B200晶片组为例,台积电首创的先进晶片封装技术CoreOS可以将两个Blackwell绘图处理单元结合在一起,并与8个高频宽记忆体HBM连接,从而实现快速数据吞吐量和加速运算效能。 台积电为挥达,AMD、亚马逊和谷歌生产BI晶片的先进晶片堆叠和组装技术使用的是12英寸C晶圆,这是目前最大的晶圆。 消息人士表示,在一片12英寸晶圆上只能制造16套B200,这还是在生产良率为100%的情况下。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,较早的H200和H100晶片可以在一片晶圆上封装大约29套。 台积电目前主要以CoOS为高效能运算HPC晶片客户提供先进封装服务,并正扩张CoOS产能,最新的厂区落脚南科嘉义园区。 台积电的CoOS先进封装技术能合并两组挥达的Blackwell GPU晶片,以及8组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。 但随着单组晶片,要容纳更多电晶体,整合更多HBM,产业的线形标准的12英寸晶圆,可能在两年后就不足以用来封装先进晶晶片。 因此,需要铲除效能比现有先进封装技术高数倍的面板及擅出型封装。 三星、英特尔也早已意识到这些问题,纷纷投入新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,都已经在积极地布局面板及封装技术,以及玻璃基板技术。 三星现有自家先进封装服务包含iCube 2.5D封装,以及XCube 3DIC封装,RDFO Package封装等。 对于行动手机或穿戴试装置等需要低功耗记忆体整合的应用。 三星已提供面板及擅出型封装和晶圆及擅出型封装等平台。 英特尔也规划推出业界首款,用于下一代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方案,规划2026年至2030年量产,并预期需要更大体积封装,更高速应用级工作负载的数据中心、AI、GPU等领域,将是最先导入的市场。 6月初,据日经新闻报道,英特尔近期和14家日本合作伙伴携手,计划租用夏普闲置的液晶面板厂作为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研发中心,或将为研发面板及封装技术。 相关资料显示,删出面板及封装FOPLP是基于重新布线层RDL工艺,将晶片重新分布在大面板上进行互联的先进封装技术,能够将多个晶片、无元元件和互联集成在一个封装内。 FOPLP与传统封装方法相比,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、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。 据右的报告显示,FOWLP技术的面积使用率小于85%,FOPLP面积使用率大于95%,这使得300毫米乘以300毫米的面板,比同尺寸12英寸的晶圆,可以多容纳1.64倍的带。 如果采用600毫米乘以600毫米的面板,那么可能将会带来近5倍的提升。 据日本媒体《越京亚洲》报道,在COOS订单满载,积极扩展之际,台积电也准备要切入产出量,比现有先进封装技术,高数倍的面板及擅出型封装技术。 报道称,为应对未来AI需求趋势,台积电正与设备和原料供应商合作,准备研发新的先进封装技术。 计划是利用类似矩形面板的基板进行封装,取代目前所采用的传统圆形晶圆,从而能以在单片基板上放置更多晶片组。 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目前的试验是采用515毫米乘以510毫米的矩形基板,可用面积将会是目前的12英寸晶圆的三倍多,采用矩形基板意味着边缘剩余的未使用面积会更少。 一位晶片行业,高管表示这是大势所趋,随着晶片制造商从用于AI数据中心运算的晶片中榨取更多运算能力,封装的尺寸只会越来越大。 但这仍处于早期阶段,例如在新型基板上进行先进晶片封装时,光阻机的图复就是瓶颈之一。 只有像台积电这样财力雄厚的晶片制造商,才能推动设备制造商改变设备设计。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半导体分析师Markley表示,台积电可能需要考虑尽快使用矩形基板,因为AI晶片组将需要更多晶片来进行封装。 这种转变将需要对设施进行重大改造,包括升级机械臂和自动化材料处理系统,以处理不同形状的基板。 这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计划,跨越5至10年时间,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。 知情人士称,台积电以前认为,使用矩形基板太过于具有挑战性,但随着正在与设备和材料供应商合作开发这种新技术,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商业化。 尽管这项新技术仍处于早期研究阶段,但标志着台积电在技术上的重大转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